好,那這個例子裡面,我們要用到 MPARTICLE,所以打開 Particle System PF Source Particle View 好,那第一次開的時候很慢,第二次開就會比較快 好,那把這個展開 好,那我們都 因為如果要從頭什麼都沒有開始見,同學一定很暈倒 所以呢,簡單一點我們先從基本的一個 MPARTICLE MP Source開始 好,那這裡面畫面上就會已經出現一個這個結構 好,一個這個結構 好,那形狀 首先第一個我要改第一次的形狀 第一個形狀 所以 shape呢,我要改成 shape,shape,shape,shape instance 好,然後pick我自己的模型 咚 它現在變成一堆,都是這一顆 可是我其實只要一顆 所以去burst這邊 改一下 它的 它的 3 size 10 影韻的 start 的時間 shift instance 一度看下來 那這一個很重要 這一個沒有的話 它就不會被當作 實體物計算 所以我的碰撞 這個還好 這個我當作球體碰撞 後面的話就要換成 這個 convex hole 就是凸體的 碰撞體 那這顆還不用 好 np ward 數量的怎麼不見 再檢查一下 因為現在會是這樣掉下去 一堆這個球掉下去 這是數 真的數量怎麼不見 好 那我希望這些 有帶石頭的材質 材質 有很多個 material dynamic material frequency material static 如果不會變動 就是不會變色 或者有頻率互換這些東西 就是用Static 好 然後去材質變異器裡面做一顆材質 然後找一個材質的圖 我記得D裡面應該有吧 All map 有還在 Maline studio Texture Rock R開頭的 有了 石頭 石頭 好 然後把這個呢 拖去 Material static 放材質的欄位裡面 OK 那我這邊呢 按下秀貼圖 那這邊就會換成 好 這一顆石頭 全部會變這個石頭 那不需要在原始的模型上去 如果你放在原始模型上面的話呢 呃 它也會被這個覆蓋掉 好 因為 它本身進來的時候 其實不會 就你抓 分子它抓的時候 Empathical抓Sharp的時候 它其實只有抓 呃 造型不會抓那個 呃 材質進來 好 OK 好 回復 呃 因為我剛剛在製作 這個 PF Source的時候 就是我生成的時候 我沒有注意我在哪個視窗 所以其實這個icon PF Flow 這個是PF Source的icon 就是 它在哪裡生成 如果我剛剛在這裡生成 它就會朝下 它現在是朝旁邊 朝旁邊 但是朝旁邊可能剛好就是我要的 好就是 其實這個箭頭 會影響到等一下我的需求 好 另外呢 呃 它的分子的數量 Empathical的分子的數量 它是從一個 隔點去生成 Grid去生成 所以生成的時候 它有一個叫Grid Size 現在這個格子的大小是12 但是生成的區域這個 這個東西叫做icon 這個 是這個 現在10乘10 所以如果它比10乘10大 比12大就會多一顆 好 那再大一點 又再多一顆 好 所以你要只 我現在只要一顆了 所以 我就把它弄成這樣 好 我就把它弄成這樣 因為這個Grid Size是 呃 有影響的 那當然如果我要生成很多顆 然後又不希望撞在一起 Grid的大小就要調大 如果我要一次生成 比方說4顆 那大概就是 比方說這裡是20 這邊 大概是39 好 大概是39 那4顆寬度也是39 我就會得到4顆 好 4顆分子掉下來 好 4顆 4顆太多了 因為我們一開始不要弄太多顆 因為太多顆會有個問題 呃 主要的問題就是 等一下爆開來的時候 爆很多個小碎片的時候 效能太耗了 所以我們只要拿一個做練習 好 那它現在當然是因為 MPARTICAL的關係 這個世界本來就會掉下來 好 本來就會掉下來 那 呃 這個Shape instance 是來找 模型 那 呃 材質其實是可以在這裡一起讀取的 如果你一開始就設定材質的話 它其實發射會帶材質 那如果你要指定 就用這一個指定 好 不過我現在就是用指定的方式讓它走 那 呃 這一顆分子的參數 我們剛剛是用過這個 你現在就曉得 事實上那個分子的物理係數 在這個MP-Shape裡面 它怎麼碰撞 它的彈力係數是多少 重力是多少 好 摩擦係數是多少 動摩擦跟近摩擦 所以你要回憶一下你以前學的物理 好 然後 它的密度是多少 如果我想要重一點 可以在這裡做調整 好 那 呃 你也可以給它一個固定的數值 就是說它多重 好 那我現在讓它用密度控制 那彈力係數我給很高 可是因為重力很強 所以你可以發現 它就是彈起來又掉下去 好 如果你想要彈得更強 因為它現在離地不高 我現在這個的離地高度 以我現在設定10 大概就1公尺 1公尺的高度掉下去而已 好 那 如果我希望得到更強的效果 就要把這個 Icon再高一點 讓它掉下來之後的呈現效果更強 好 像這樣子 好 那如果我要再 現在它是垂直掉 因為是重力的關係 所以我希望它往旁邊會飛 的話 那就要給它一個速度 speed 不要壓到紅色 就是放進去就好 你壓到紅色的話 它會 就是覆蓋掉 就是覆蓋掉這一個功能 那speed進來 300有點高 好 然後記得現在它的speed是跟著 icon方向 這一個 這個icon方向 好 所以如果現在設300 它飛的樣子會是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icon朝哪邊 icon朝這邊 就會變這樣過去 好 也許 我動畫就設在那邊好了 咚 落地 好 那當然這個就是 你要先決定好 看好它落地點的話 才能這樣去做這個部分 好 所以我就讓它在那邊落地好了 做個地板 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在哪裡落地 這裡 那所以我需要一個大的地面在這邊 也就是說我鏡頭要對著這裡 意思是這個意思 我鏡頭要對著這邊 然後 才會看到這顆石頭從天外 欸 早就落地了 那再過來一點 OK 那這樣就會有一個石頭落地撞擊的效果 好 那這樣應該就知道 地板再調一下位置 鏡頭再調一下位置 這樣子這裡就已經可以做動畫了 好 好 雖然不像隱石啦 不過沒關係 有東西掉下來了 好 那 呃 還少一個 我希望它會自旋 好 本身會自旋 所以我需要一個spin 這個我們上次有用過 spin 亂數360度 Variation不用 好 亂數方向 可以 所以現在在飛的時候 你可以看這個畫面 它其實是在 本身是在亂轉的 好 那就有得到一個 掉下來的 掉下來的 石頭 好 但是 我要的效果只有掉下來 掉下來以後就消失了 所以這個分子 待會兒會被我 呃 處理掉 好 那 呃 首先我現在先希望再增加一個 是它掉下來的時候尾巴要跟 類似烟層或火焰的東西 好 所以 烟層或火焰的東西 我上次是不是用過一個 會跟隨然後產生分裂的 spin 好 讓它跟個spin 那spin出來以後 我只是要簡單的淹塵 所以我需要的是 shape facing 跟過來 好 那 產生的樣子呢 是跟隨 飛行的距離 然後現在就後面跟了一堆 好 好 ok 一開始都不要設太多的數量 就是這樣子就好 那 還記得 它沒辦法跟在正後方的原因 是因為你讓分子本身帶了速度 所以我讓分子的速度減到10 它就拉在後面 就拉在後面 好 好 那 10可能太少了 20 擴展一點 然後 variation 25% 分離角度 90 好 那就會變成這個樣子的 下來 好 所以 你可以看到呢 我在操作的時候呢 它我是用的是 其實會混合 兩個的效果呈現出來 然後呢 我現在沒有攝影機 所以我必須建個攝影機 在這個地方 camera 算了 Ctrl C 建個 physical camera 沒關係 物理攝影機沒關係 好 因為功能是一樣 我就固定在這裡 因為share facing必須讓它知道說 呃 它即便是看到的是 geometry 因為我要看到 geometry 就是這個東西要一片一片的生成在 畫面上我才能貼貼圖 好 現在這個背後這一堆東西 這一堆東西 我必須看到 然後 呃 也要告訴它 它的大小是什麼樣子 呃 應該是一開始大 還是後來大 加個 scale進來 大小縮放 等一下 這是學校 要接 喂 OK 好 因為我希望那個分子有大小的變化 它現在預設是用這個數字 所以我可以在這裡直接先把它變大 沒問題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它飛的方向 這個很奇怪 亂飛 亂飛 它其實要看著攝影機 所以你要告訴它攝影機在哪裡 這裡要pick camera 好 要pick camera 那 看它會不會更 要更新一下 再來一次 有沒有 它就永遠面向攝影機 那面向攝影機以後 呃 大小還可以再調一下 不過我先給它一個scale scale sc scale 好 形狀是這個樣子 然後 scale呢 是 我們現在看要逐漸變小 逐漸變大 就是你是要一團 拖一個細細的 還是拖一個很大的 這個有影響了 那我先把shave再放大 好 然後這邊呢 scale用 relative succeed 就是 呃 會 所以 其實是越來越大 它現在其實是 將會越來越大 然後 給它一個數值 參考 變大 toward max 所以它會往後一直變大 一開始出來就是以100%的大小 好 然後 每一個frame在生成的會長大 0.2% 呃 對 2% 所以我就會生成這個結果出去 以8 就這樣出去 好 這樣就比較好玩了 好 那 但是因為它會無限長 所以後面是不是要再接 刪除 delete 第一開頭的delete 再接到它後面 好 那不要刪除全部 刪除全部就光了 by particle edge 呃 30個frame之後 正負 5 好 那就會得到 30個frame好像還是太長 10個frame正負2呢 短一點 我們只是要知道有這樣的做法 好 那至於好不好看 那個細部再調整 所以現在看到的就會是這樣 好 有一個 石頭 會帶的分子 好 這樣子下來 那當然我也可以從這個視窗觀察 看到perspective 然後拉遠一點 因為 這個時候我只能這樣操作 不然很辛苦 因為你又要看這邊 又要看這邊 好 但是我等一下呢 第一次撞擊以後 主分子就會消失 然後分裂 好 第一次撞擊以後 主分子就消失分裂 欸 再高一點點好了 再高一點 讓它從更高的地方掉下來 然後再後面一點點 好 它撞擊需要40個frame 所以我們讓它發射的時間 從-30開始 那這樣子的話呢 呃 其實分子一開始已經在這裡 要出現 -25好了 這樣子 那所以分 前面已經計算了 所以呢 這樣比較好 我馬上可以看到 呃 在這裡我可以馬上看到分子進來 好 就可以馬上看到分子進來 那 操作起來比較有趣一點點 好 現在又遠了一點點 再回來一點點 有 好 那 ok 懂 那這個撞擊以後 就要再碎層 我剛剛已經準備好的大碎片 大碎片 現在彈起來以後落地 再撞成小碎片 好 那其實這個很多可以玩的 不過我們可能沒辦法講那麼細 因為包含連地面撞到凹坑都可以一起計算 就是另外用別的方式 讓地面產生凹坑 好 不過這時候我們先不考慮這部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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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